紫綸 寫牌 在品牌名稱上面呢 我們叫凹凸直制鎖 也叫露固圖 那為什麼叫凹凸直制鎖呢 主要是因為 植物有一邊是凹面一邊是凸面 像我們看到旁邊那些植物 它有些是正面是凹的 反面是凸的 那其實大自然裡面也是一樣 但它通常不會有直線跟橫線 我們想把凹凸這件事情 放到品牌名稱裡面 植制所呢主要是希望 這是一個植物製作的地方 我跑到了澳洲Walking Holiday 看到了很多城市擁有自己的花店 我們就想有沒有機會 可以來為自己創造一間屬於自己的花店 就屬於這個城市的花店 那這個風格並不是特定的風格 而是因為這個花店品牌的主理人 花店老闆的個性或是他的特質 營造出來的一個氛圍 我就想回到台灣後去找到一個地方 那很幸運來到蘭塞圖 開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們剛開始創立是在一個小小的貨櫃屋裡 從那時候開始慢慢的接案 一直到後期 開始有一些想要經營自己的品牌 擁有自己的一家花店 是一個學花的人的夢想 但其實會創立一家花店 是覺得自己好像已經 學習到花一個程度了 那希望可以把自己學習的東西 實際的去在市場上面印證看看 是一個很喜歡旅行的人 所以我喜歡利用一些生活化的東西 帶進去作品當中 然後去穿搭自己想要穿搭的理念 在台南生活了那麼久的時間 我覺得台南的夜晚非常的迷人 我滿喜歡在關店之後 到這個城市去走一走 時間往前一點 可能會去逛夜市 去神農街 海岸路 時間拉更晚一點 可能就會去散散步 從蘭塞圖下的班走出去 然後從西門路走 一直走到友愛街 再繞過去 會到美術館 最後再回到蘭塞圖 所以我非常喜歡在晚上的時間 自己一個人留在花店裡面進行創作 因為在這個時候創作你的心是最安靜的 這個作品你想要什麼手法去表現 你可以花很多時間 自己在這邊做創作 在這過程裡面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 我都會這樣子告訴我自己 就是要勇敢 對我來說勇敢 就是做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做你沒有把握的事情 做你不曾做過的事情 當你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或許它會為你帶來很多 你所想像不到的結果 但至少你放手勇敢的去做過一次 希望我們每個人 都可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好好的勇敢做自己